黎珊 黎珊心疼 壹傳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向泰民團體秘密捐款抽文有新進展 事件主角黎智英星期四首次現身立法會 出席議監會閉門聆訊作供守審 黎智英早上9點多由公民黨主席兼資深大律師余若薇陪同之下進入會議室作供 但整個過程大約只有20分鐘 因為黎智英在會議室作供15分鐘後 一度離開到旁邊的等候室 10分鐘後再入會議室 再隔幾分鐘就直接離開 黎智英在聆訊說什麼 又是否如會前揚言問什麼答什麼 有消息就說 雖然黎智英在聆訊中承認有捐款給法文 但被問及當中的關鍵細節 包括為什麼不直接捐款給相關政黨而透過議員代收 黎智英就多次推說不記得 還有一些事是其他人搞的等等 訪校前年政專員湯顯明的答辯技巧 令一眾委員沒有負負 至於聆訊為什麼一到中訣 有消息就說 主要因為黎智英正信余若薇的法律意見之後 因為部分委員提出的問題 涉及李卓人和梁國雄秘密捐款意外的事 是超出今次聆訊範圍 所以黎智英拒絕回答 委員唯有暫停會議 自信法律意見和做內部討論 而極速鬆人的黎智英 說可能要再受審 有沒有說要邀請你 要再來一次幫忙 你知道怎樣還是怎樣 有可能也要 你自己有沒有擔心 來我也沒所謂 你有沒有擔心 那原來你是否還有一包的賦物 將來如此 而議監會主席葉國謙 會後對聆訊的內容就隻字不提 委員會是和三位證人 作了這方面提出問題 有關的內容是不能夠 有任何透露 因為這是閉門的會議 東方報業集團去年揭發 黎智英在一二至一四年之間 秘密捐款給民主黨和公民黨等 多個泛民團體和人士 合共超過四千萬 但收錢的議員 未有向立法會申報 立法會議監會為此展開聆訊 陪同黎智英出席聆訊的羽雀美 是有份收錢的公民黨主席 可能有瓜田里客的嫌疑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下集團 下集團 下集團